我叫李淼 我今年MFIL year two 我在中大毕业 所以我的本课也是在这里念的 所以今年已经是我在香港的第六个年头了 中大的自然环境特别的漂亮 在香港应该很难找得到第二个学校 有这么大的校园 这么多的绿化 每天起来你看到树和海 你会觉得很开心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 香港的学校 特别是中大 提供了一个特别自由的氛围 最开始最震撼的东西是 2007年第一次来 然后在文广文化广场 然后看到有很大的标语 在反当时的校长刘尊义 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的shock 就觉得学校的学生 一个大学的学生 怎么可以这么直接的去反对他们的校长 后来发现在中大 这是一件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 学校制定的任何的政策 任何的规划 人事的任免 学生都希望自己有发言权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stayholder 自己是持份者 我们的老师都特别的nice nice到不太像老师 你可以随时去敲任何一个人的门 然后去说你想说的事情 可能未必跟学术有直接的关系 你可以跟老师建立很好的私人的感情 那篇论文其实是关于香港的风云radio talk shows 就是说观众可以打电话进去发表自己意见的这种节目 你怎么样从一些很细微的事情里面 去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然后把这些有趣的现象总结和归纳起来 抽象成为一个概念 或者是一个模式 然后把这些概念和模式和我们的理论联系起来 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说我在这一篇paper的research的process中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把现实和理论怎么样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 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知道这里提供的一切都是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自由 我也希望能够在这里找一份记者的工作 自由地去报道我愿意报道和有价值报道和人民需要知道的东西